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澳海家的充电器 咱们测拆过他们家的旗舰版140瓦的充电器 表现不尽人意 温度高这个问题被很多网友诟病 也许大家都不知道 澳海可是帮蓝绿厂代工原装充电器的厂家 可是生产自己家的充电器就这样了 我也搞不明白 难道是拿一个好看的外观出来 弄几块非常昂贵的芯片进去 就可以卖高价了吗 我有点想不通 喜欢我的视频的提点们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咱们今天继续测试澳海家的产品 就是这个140瓦青春版的 淡滑甲大功率充电器 表现怎么样 我也很期待 拿到这个青春版140瓦的充电器 一如既往的黄色的主色调的包装 澳海的标识 充电器的图片 GAN140瓦 PD充电器三口输出 背面则是它的规格信息 140瓦的标识 我们打开它的包装 充电器装在一个环保的袋子里面 内部则是一本多国语言的说明书 这一个则是产品的保修卡 从环保袋子里面拿出充电器本体 一如既往的黄色的主色调 充电器连包装盒一起 353.5克 单充电头重量307.5克 6辆的重量分量不轻 青春版的140瓦充电器 跟旗舰版一样折叠的插头 澳海的标识 140瓦的标识 这里有个青春版的英文logo 三个充电口 内部的舌片都是黄色 这一面跟旗舰版一样 有零形的纹理设计 这边有充电口的标识 这边则是充电器的规格信息 青春版140瓦 三口充电器 型号是AOC-C017 输入规格100-240伏的全球电压 Type-C1口输出功率最高140瓦 Type-C2口输出功率最高20伏5A 也就是100瓦 USB-C1口输出功率最高22.5瓦 下面则是制造商信息 3C认证 3C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循环10年 海拔2000米以下使用 非热带地区使用 室内使用 双路绝缘 不要扔向垃圾桶 这边则是产品的SN码 外观部分看完了 我们就进入实际充电测试 进入实际充电之前 我们先来检测一下这三个充电口 它所支持的USB快充协议 首先我们来看看Type-C1口 所支持的协议 检测协议的用的线缆 也是我们常用的那一根 联想的C2C的线缆 有华为FCP5V 9V 12V 最高功率18瓦功率 华为SCP3.3-12V的22瓦功率 三星AFC的5V 9V 12V 最高功率24瓦 QC3.0的5V 9V 12V 3.6-12V PD3.1档位140瓦 EPR PPS QC5 PD3.1点进去固定档位5个 最高档位20V 5A 100瓦功率 PPS有3.3-21V的5A 这个也是有5A的PPS 然后下面则是 EPR 28V 5A 140瓦的档位 下面DCP和Apple 2.4 这两个是基础功率 现在是这个充电器 Type-C二口支持的协议的情况 这前面的协议都是跟Type-C一口一样的 FCP的48瓦 SCP的22瓦 三星AFC的24瓦 QC3.0 跟前面都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则是PD3.0 这个充电口是100瓦功率 PD3.0点进去固定档位5个 最高255A100瓦 PPS3.3-20V的5A 这里也有一个5A的PPS档位 基础功率跟Type-C一口也是一样的 这是这个充电器 USB-A口支持的协议的情况 这前面的协议 跟前面Type-C一口和Type-C二口 支持的协议都是一模一样的 DCP和Apple 2.4 这是两个基础功率 测完这个充电器的充电协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充电口 除了PD快充的大功率以外 特别是A口它没有融合快充 对于手机充电的支持的话 它肯定支持的不是怎么好的 除了PD的大功率快充 其他的都是20瓦左右的小功率 我们手机部分的实际充电 我们就拿Vivo的S19 来测试一下它的PPS协议 这部手机目前还有1%的电量 可以显示Vivo家的闪充标识 并且有小数点 功率的话可以攀升到31瓦多 33瓦的样子 我们采集数据 这个Vivo S49已经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这个充电曲线图波动有很多的地方 前面的话最高的时候33瓦的功率 大概三分钟左右的高功率的时间 然后降到22瓦功率 然后又涨到24瓦左右的功率 一直上下波动 它这个波动很频繁的 反正这个最低功率的话都是20瓦以上的功率 一直充到90%才慢慢的下降功率 整个充电时间从1%到100% 同共花了一小时十分钟 这个电池是6000毫安的电池 我们再看一下温度 充手机的话 它的最高温度也就个40.9度 温度不是很高 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就是27度左右 这部手机是它支持的功率是PPS33瓦 平均功率的话大概在24瓦左右 如果是荣耀的100 它这个功率可以到50瓦左右 也是没问题的 因为它两个充电口都有5安的PPS快充协议 对于能支持PPS快充的手机支持还是不错的 这部手机是OPPO的Reno C Pro 功率的话大概就是15瓦16瓦的样子 显示的是27瓦 但实际功率的话只有15 6瓦 这一部手机是红米的Loto 13 Pro加 可以显示快速充电 但是这个实际功率的话也就是在15瓦左右 功率不是很高啊 因为这些充电器是没有小米的私有协议的 这部手机是荣耀的60 它不支持PPS快充 支持PPS快充的是荣耀100 可以显示正在超级快充 这个的话可以到20瓦左右的功率 它有SCP22瓦的功率 所以说这个能到20瓦也不足为奇 这是荣耀60 这部手机是三星Loto 10加 我们看一下它的功率 一直在往上面升 最高的时候到了29瓦左右 显示的是超级快充2.0 一小时四分钟充满电 如果是新款的三星的话 功率会更高一点 我们用这些手机来测试下来看 除了微博和荣耀的新款手机 能够支持PPS快充 这个充电器的话兼容不在话下 三星手机新款手机跑到个30多瓦 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说的是真实功率30多瓦 其他的品牌的手机的话 功率就是个20瓦左右 这个充电器对手机的兼容性的话 我们只能说一般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 就是测试这个充电器的60瓦 100瓦和140瓦的三个功率 它的烤机温身的情况 用这些移动的充电站 来拉它的满功率的情况 只有这样的话 才可以真正的拉出这个充电器的 每个功率段的温度的情况 如果用笔记本来测试的话 那是一种曲线充电的方式 无法测出它的真实的温度 这个充电器60瓦烤机 真实功率是52瓦输出 一直持续输出了 一小时50多分钟时间 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非常稳定的52瓦一直在输出 这一个是60瓦的模块 真实功率接收52.4瓦 温度的话我们看一下温度图 它是温度稳定了 我们才停止下来 最高温度是56.1度 我们室内的温度今天是28度左右 100瓦烤机 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 我没有遇到的问题 它这个只有53瓦的功率输出 这是Type-C1口 我们改到Type-C2口 Type-C2口启动的也是PD 3.0100瓦 但是它的功率的话只有40瓦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试了很多遍都是这样的 这是绿莲家的160瓦 顺利的启动PD100瓦功率 真实功率98瓦 这个是苹果家的140瓦 启动PD3.094瓦 真实功率93瓦 这个是我们前面测试的库代科10号 顺利启动PD100瓦 真实功率95瓦 这是奥海自家的旗舰版 顺利启动100瓦 真实功率95瓦 其他的大功率充电器都是没有问题的 就这一个 真实功率只有52瓦 我们多充一会儿看一下 充了18-9分钟 还是51瓦 刚才是52瓦 功率反而还降了一点点 这个没有拉出100瓦的功率 其他的充电器都没有问题 就这一个充电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启动不了100瓦 我们用140瓦的充电站 来拉它的100瓦充电口 看一下 这个充电器的100瓦烤机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足足运行量2小时20多分钟 把我这个充电站也充满了 功率的话一直就是87瓦左右的功率 一直充到90% 花了两个小时时间充到90% 温度的话我们看一下温度 最高温度66度 100瓦的功率66度 我们室内温度28度左右 这个100瓦的输出功率只有87瓦 一般100瓦正常输出应该是94瓦左右的功率 它这个只有87瓦 这个充电器140瓦功率 运行了两个多小时 把我这个充电宝充满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温度降频 我们又进行了一次140瓦的测试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这一次的话是40分钟 第一次是46分钟 这一次体现了6分钟时间降频 为什么我们看一下温度 大概充了389分钟的时候 这个温度就已经到了71.5度 最高温度 我们今天室内温度228度左右 经过两次验证就说明了这个充电器最高140瓦功率输出 也就是40多分钟时间 如果想要长时间大功率140瓦输出的这个充电器可能不适合你们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的多口功率分配的情况 单口输出的话 C1口140瓦 C2口100瓦 USB-A口是22.5瓦 我们用这三个设备来进行测试 荣耀60手机 库台科15号充电宝 这一个充电宝的话 咱们现在不宜公开 这是国内的一家新创的一个科技公司 开发的一款非常高端的充电宝 后续的话我们会出这一个充电宝的测试视频 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我 这一款充电宝是对标的当年非常火爆的钢铁侠 140瓦充电宝来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C1口加C2口同时输出的时候的情况 我们先启动Type-C1口的140瓦 然后接上Type-C2口 断连重新分配功率 变成PD65瓦 这边的话也是PD65瓦 这边是58瓦的真实功率 这边是60瓦的真实功率 拔下Type-C2口 Type-C1口断连重新分配功率 重新回到140瓦的功率 我们先启动Type-C2口的100瓦功率 接上Type-C1口 断连重新分配功率 变成65瓦加65瓦的模式 我们拔下Type-C1口 断连重新分配功率 重新回到PD100瓦的功率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Type-C1口加USB-A口功率分配的情况 我们先启动Type-C1口的140瓦功率 真实功率126 我们接上USB-A口 接上去Type-C1口 没有断连 但是功率的话会重新分配功率 变成PD100瓦 这边就是20瓦左右的功率 总功率120多瓦 我们拔掉20瓦的USB-A口 就会断连重新分配功率 重新回到140瓦的功率 我们现在来测试Type-C2口加USB-A口 它功率分配的情况 我们先启动Type-C2口的PD100瓦 再来接上USB-A口 A口接上去 功率始终是没变的 A口的功率的话就是20瓦 总功率也是120瓦左右 我们拔下USB-A口 它也不会变化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三个充电口 同时使用的时候它的功率是怎么分配的 我们先启动Type-C1口的140瓦 正式功率128瓦 然后我们再接上Type-C2口 重新分配功率变成65瓦 Type-C2口的话也是PD65瓦 然后我们再接上USB-A口 Type-C2口断连重新分配功率了 Type-C2口变成了19V 2.1A 也就是45瓦的功率 这边就是20瓦的功率 总功率的话也就是120多瓦 也就是140瓦的样子 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多口功率分配的 模式的一个测试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 就是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的电能转换效率 和它的交流纹波控制输出的情况 现在是220伏状态下 它的待机功耗的情况 插电瞬间的浪涌功耗 它有16瓦左右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一直就是0.5瓦的功率 综合下来220伏的待机功耗 大概就是0.5瓦 5伏3A 45瓦功率的时候 220伏输出18瓦 这边直流输出14.8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2% 9伏3A 27瓦功率 220伏输出30.2瓦 这边直流输出26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6% 12伏3A 36瓦功率 220伏输出41.1瓦 这边直流输出35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5% 15伏3A 45瓦功率 220伏输出50.5瓦 这边直流44.3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8% 20伏3.25A 65瓦的功率 220伏输出70.2瓦 这边直流输出62.9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90% 255A 100瓦功率 220伏输出106.9瓦 这边直流输出95.8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也是90% 这个充电器最高功率 28伏5A 140瓦功率 220伏输出148瓦 这边直流输出136.3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92% 这个澳海青春版110伏状态下 插电的瞬间浪涌功耗1瓦 后面的话就一直维持在0.2瓦的状态 综合下来110伏状态 待机功耗0.2瓦 5伏3A 15瓦功率 110伏输出17.8瓦 这边直流输出14.7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3% 9伏3A 27瓦功率 110伏输出30.7瓦 这边直流输出26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5% 12伏3A 36瓦功率 110伏输出40.7瓦 这边直流输出34.9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6% 15伏3A 45瓦功率 110伏输出50.2瓦 这边直流输出44.2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8% 20伏3.25A 65瓦功率 110伏输出70.2瓦 这边直流输出62.8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9% 20伏5A 100瓦功率 110伏输出107.5瓦 这边直流输出95.7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也是89% 最高功率140瓦 28伏5A的时候 110伏输出149.9瓦 这边直流输出136.3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91% 这个充电器的转换效率 确实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 就是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的 交流纹波输出的情况 直接测试它的各个档位的负载纹波 这是5伏3A 45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44.1毫浮 平均纹波是22.7毫浮 9伏3A 27瓦功率的时候 最高纹波43.8毫浮 平均纹波24毫浮 12伏3A 36瓦功率的时候 最高纹波31.2毫浮 平均纹波大概是14.1毫浮的样子 15伏3A 45瓦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67.8毫浮 平均纹波的话就是50毫浮的样子 这是这个充电器的中低功率 纹波做得非常到位 20伏3.25A 65瓦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79.9毫浮 平均纹波39毫浮的样子 20伏5A 100瓦功率 这个就是高功率的测试了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83.8毫浮 平均纹波44.6毫浮 没有超过100毫浮啊 这个充电器最高功率的时候 140瓦功率 最高纹波128.2毫浮 平均纹波在50毫浮左右 AVG是平均的纹波值 MAX是最高值 大家看一下这个试播器的 适时截屏下来的视频 这个奥海140瓦青春版充电器 测试下来 中体水平的话 没有广观宣传的那么厉害 手机快充兼容性 除非你是可以支持 PPS公版协议的手机 或者三星手机 苹果手机的话 我估计大家也不会买这种 大功率的充电器来充了吧 作为一个纯PD充电器用的话 笔记本充充电还是不错的 其他型号的手机的话 兼容性就很一般了 大功率长时间输出 最高温度71.5度 不可以长时间140瓦工作 40分钟左右会降频到100瓦输出 电能转换效率应该是得益于这个充电器内部 先进的电路架构 还是很不错的 文波中低功率表现不错 高功率表现还行 内部用料后续拆解再看 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我 喜欢我视频的铁点们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